三鐵共構的板橋車站 每天有許多民眾在這邊搭乘公車 是板橋的重要交通樞紐 不過有民眾向新北市議員劉美芳陳情 從車站地下室通往公車後車停的走道 只要遇到下雨天 牆壁就會漏水 造成地面濕滑 讓民眾面臨滑倒的危險 如果真的下雨天 然後造成這個滴水 然後滴到這個 尤其這是樓梯吧 樓梯間 如果說 不要說年紀大的 甚至年輕人如果走下來摔倒了 而且這個大理石的鋪面 那是相當堅硬的 那個很容易受傷 所以說這方面的話 也請這個相關單位要儘快的來做處理 針對民眾的陳情 劉美芳議員表示 板橋車站進出人口眾多 如果下雨天發生漏水的情況 很有可能發生行人跌倒的意外 因此要求相關單位 儘快改善牆壁滲水的問題 除了美觀 更重要的是保障民眾行的安全 只要一下雨 這裡就開始地面就開始會有水質 然後開始會有淹水的狀況出現 那會導致說老人家小孩來到這裡之後 就可能會滑倒 那老人家滑倒的話 其實有時候問題摔倒問題很嚴重的 那我是希望說交通局能夠儘速的 趕快處理這個 緊急的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我很擔心說下一個 萬一老人家在這邊滑倒的話真的很危險 位於交通壓道的板橋車站發生這種問題 議員劉美芳以及里長要求相關單位 盡快趕快漏水滲水的情況 重視民眾行得安全 宿外天空新聞板橋報導 宿外天空新聞板橋報導 提供住民眾行得安全 同樣的太陽 1500 River